蔡宜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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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台灣的拳手 是蔡宜萱跟 瑞士 在這場成年女子的決賽 擔任 恐慌的是台灣的蔡宜萱選手 要對抗 白色是來自於瑞士的 Stefan選手 決賽一樣是 採用三分鐘的賽制 比賽的一開始 可以看到瑞士 Stefan選手是 氣勢靈人 用手部和腳部的 搭配進攻 不過 蔡宜萱被逼到角落 但是沒有放棄 反倒是在氣勢上面把對手給壓了回去 比賽目前 進行了超過45秒的時間 首先是 連續的 手部的攻擊 攻擊 這次有效的攻擊 也是為蔡宜萱 搶下半勝 過了一分鐘 再拿下半勝之後 可以看到瑞士的對手Stefan 但他的氣勢也稍微減弱了一些 反倒是我們的蔡宜萱選手 現在是 在氣勢上面 是佔據了上風 算說也是 幾次被逼到角落 不過都能夠從 死角殺出來 反而是給 對手很大的壓力 所以 蔡宜萱的攻擊 太偏重 上段 如果上段跟中段搭配一下 應該會比較有效 所以進攻不能太過單調 要能夠 對方已經很注意 他攻擊上段 防守的架式上面 就是要防蔡宜萱在攻擊上段 這部分 蔡宜萱如果出其不意的攻擊中段 應該就會比較有效 看一下蔡宜萱 能不能 做到老師的要求 這一次的進行攻擊 是 無效 比賽進入到最後一分鐘的時間 蔡宜萱這時候是 被逼退到角落 目前兩位選手 是要重新回到場中央 場外 蔡宜萱場外 這時候也是 趕快調整一下衣服 繼續進行比賽 進行比賽 前方的水腹分擊 這時候是被對手 趁機會反擊 拿到半勝 這時候兩個人是 各自拿下半勝 是打成平手 蔡宜萱在 剛剛的進攻球手之後 現在也發動非常猛烈的攻擊 蔡宜萱沒有認輸 馬上就回進 這時候比賽剩下最後12秒的時間 蔡宜萱在交通過程當中 好像是 膝蓋 左腿膝蓋部分 有點被 踢到 在之前的比賽 有點弄到 最後的12秒鐘 要看蔡宜萱走的面對 這個時候正規賽的 3分鐘的時間是到了 時間終了 兩邊是各自拿下一次半勝 這時候是要再進行延長賽 兩邊是兩分鐘的時間 我目前在計時上面好像出了一點問題了 所以 場上的比賽是暫時停止 要來跟紀錄台確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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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剛剛的那次 現在 先先得溫 蔡宜萱是 先發自人 最後也是 擊敗了來自瑞士的Stefan 拿下了 在成年女子組 對打部分的勝利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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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